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安徒 想問一下你什麼叫提取物 蘇兒 讓我告訴你 其實提取物大致分為三種 有最常聽到的植物提取物 還有動物提取物和租藥的提取物 以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可以透過化學的方法提取和分離 將一些植物提取物裏面 某種或者多種的有效成分抽出來 成品將會是一些粉劑或者壓成片 就可以盡食了 即是很簡單 即是將一千個蘋果裏面的成分營養 抽取出來之後再吃 那我就不用真的要吃一千個蘋果 才可以得到那種營養 第三節我們講賤老闆 因為之前就講了那些科技 鎮壓也好假握也好 總不知就是想辦法由律師包覽訴訟 那怎麼講賤老闆呢 就是你講了 有些老闆 即是說多一句 有些老闆有些僱員真受傷 是 也好假受傷也好 他怎樣可以逃避 不給工傷 講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 其實跟我們之前第一、二集那些有少關係 當那個僱員 或者那個人幫人工作打工 基本上如果是真的受傷了 那你要報工傷 上一節都講了 根據法例 就算你懷疑是不是工商也好 你要賺報了 你可以聲明說 這個我懷疑不是工商 不過都報定才行 但有些人想逃避責任 其實前一節都講了少少 就是你要先倒了錢出來 由本工才才倒給你 那有賤老闆就出現什麼呢 首先他可能沒有買勞保 很多的事 他沒有買勞保 他知道 兩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 沒有買勞保會被政府告 第二 你沒有買勞保 不是代表你不用賠 都是要賠的 勞保是什麼呢 保險公司 你給了之後 保險公司賠回給你 變成你暫時給了錢 你什麼都收得回 但問題就是 他要賤 因為他沒有買勞保 他忘記買勞保 或者他不買 他不報 第一件事是不報的 第一件事是賤 沒有報 不知沒有發生過 對不對 當然可以拆他招的 根據法例來說 雇主不報 雇員 如果自己 懷疑老闆沒有報 可以由勞公署查詢 甚至無自己報 根據法例是可以的 如果那裡沒有人跟你報 或者那個人 你找不到誰 可能你告訴樓上的人 樓上那個人又 不頂不吊 你不知誰是老闆 不要緊 你就去勞公署 你自己報 報完之後 勞公署收到一些東西 看了之後 接著會聯絡那邊 公司那邊 有人說報了 是不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報 都要迫他報 這是第一件事 另外就是 跟之前那幾集都說過 你是僱員 但當他沒有賣勞保 你又公商 你突然間就變成不是僱員 你突然間就說你自僱 即清潔阿嬸無緣無故自僱 咬一拆 這是第二種賤的情況 第三種賤的情況 就說到最後 例如 他沒有買這個勞保 他就會 譬如 就算是工商組找了他 他就要報工商 那些什麼 第三種賤的事情 他不給錢 不是僱師 你那種不給錢 那種情況 那種情況 就是 他一邊不給 一邊不給 然後你投訴的時候 他自己就無端端 玩失蹤 那個僱主玩失蹤 甚至他要逃避責任 很簡單 如果他是有限公司 那些呢 很容易做 收拾他 是的 他就玩清盤 或者自己 insolven公司 變成他不用上身 其實這裏 亦牽涉另一種法律概念 就是 以個人名義做老闆 或者叫partnership 合夥人 你要上身 甚至你那間公司沒有做 你要上身 但是香港 100間裡 101間公司 有少許規模 做些生意 想逃稅等等 他又會用有限公司名義 那他就很簡單 我是個director 但是有限公司 因為有限公司 因為有限資產 到時候你告我 那時候有限公司 沒有錢 清盤 那就不用賠 這些是賤的方式 但我又說 為什麼呢 講這一節呢 就是 即使老闆 沒有勞工保險 沒有性 其實僱員 都是有保障的 是 這裏又講兩個 兩件事 兩個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香港的勞工法例呢 都幾好的 在亞洲裏面都不錯 不是其實 不是香港的勞工法例 其實是香港很多法例 是保障人 多些 是 或者有部分情況 你見一些 叫做比較弱勢的東西 做比較保障弱勢 弱勢些 例如你僱員和僱主關係 有條雇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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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拿政府救濟那些 也有些東西 要幫他 交通意外傷亡 不要講法例 有些政策 交通意外傷亡 撞車之後 那些人撞車 不故意去 沒有錢 又要給他一些錢 不論過失 意外賠上保險 對 都會有這樣 其實呢 根據法例裏面 有兩種情況出現了 第一 老闆沒有賠 第二 老闆買了保險 沒有買保險 所以保險公司 沒有得賠 老闆沒有買保險 基本上 自己又倒閉了 沒有得賠 這是第一件事 那些人很淒涼 你覺得很淒涼 將來沒有錢賠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種情況 就是 這種都沒有什麼事 發生 就是保險公司都收拾了 保險公司應該不會收拾 是的 但有條法例 香港有條法例 香港法例 第365章 裏面說 一個叫做 雇員補償援助條例 那裏面牽涉了一些 就是 當 如果要賠錢 因為 如果有些個案 有爭議 就要上法庭打 去地院打 打 可能去高院打 都不奇怪 打完之後 判了要付 沒有錢付 無論是 雇主沒有錢付 或者雇主沒有買勞保 沒有保險公司 無緣無故自己跳出來付 或者是 本公司都收拾了 其實根據法例 有得賠的 是什麼呢 就是 法例說得很清楚 有個基金 那個叫做 Exactly 那個名字忘記了 總之有個賠償基金 好像破綻基金那樣 如果有些個案 工商判贏了 有錢但沒有錢收 可以去這個基金申請 基金就會有條件地 根據一些情況 就會賠給他 就不會損失很多 當然是遲些拿 這個情況 那 問回一件事 楊毛出在楊身上 這個基金的錢怎麼來 無緣無故 都不肯買勞保 為什麼他會付錢 知道嗎 不知道 那個情況就是 原來好像上次說破產基金 你拿需要登記 是不是有徵費 是 但這個情況就是 原來你買勞工保險的時候 裡面又加了一些徵費 有幾個percent 以前一點多 有徵費 有徵費 拿了徵費之後 扔掉這個基金 就越整越大 那我講回 其實現在買勞工保險 很困難 你想買 好像他們不願意做 就好像汽車保險一樣 他說沒有錢賺 不想做 譬如我們做地盤 尤其是做車 他說我們是高危行業 我們原則上一個人 我們做泥頭車 買一份勞工保險 一年接近兩萬元 一個人 一個position 或者一個位 一個人 是接近兩萬元 一年 兩千多元一個月 差不多 兩千元 差不多 我問你 做老闆 當然 你有權不早 要買勞工保險 就是做車 那就兩千元 跟著就要買強積金 當然要買 這個法例寫了 現在就說 為什麼有時候 不是幫火鍵 或者最近說 對沖 強積金對沖 如果不對沖 大公司大盈利 當然 但是好像我們那些 尤其我們都勉強頂得住 有些真的只有兩三架車 生意一般 各樣東西 你叫老闆又怎樣可以生存 所以呢 很多時候老闆 就想走回去 而 伙計那個 又不想報 因為 大家是共生 雖然現在的伙計 很多不是這樣想 我不記得上年有沒有跟二三八講過 有個故事 就是講保險 我講我有個老友 其實有跟你提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節目講過 有沒有記性 就是他診了一個伙計 結果就 還沒買勞保 然後就很大單 平時撞死了 直出事 就是剛才上班 勞保還沒上 他上班 因為他心目中的概念 有試用期三個月 沒錯 那你上班都不知道 還有一場賣什麼 勞保只有三架車 三架車 又實名制 又沒有買強積金 因為勞保 現在掛購強積金 沒錯 沒錯 那你要賠就證明他有買金 才行 定義 那好了 還沒買到 出了事 那他想著沒有什麼事 我就打電話 好心 你那天都知道 好心 那個伙計有沒有事 不用管 他昏迷了 這個節目你一定沒有講過 我記得 但是私底下朋友的講 就談過 然後我就 因為我領過的東西 經驗之談 你太好心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說不行 籌期 你又要籌期 你的車多少多少 不如翻案了 因為你沒有賣勞保 他使用多少美國 不用理 我不是的 他上班第一天 就要有保險 我說 說明了 55歲以下 36倍 55歲 48倍 死了人 死了人 這個一定要 他說 當他兩萬元個月 你成功 他說 我問他幾歲 不是 55歲 48倍 55歲以上 36倍月薪 56歲以上 就是36個月的人工 最多的 36個月 40至56 就賠60個月 就是死者的工資 用這個基礎來計算 那我就說 你現在這樣計算 兩萬元個月 只是76萬 我說要坐牢 一定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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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這件事 去勞工處 開頭有幾天走棧的話 要跟家屬談好 這是第一題 因為報勞保死亡案件 要死 發生了意外 知道七天之內要報 要不然又另一條 那我說 你 一正 他說不用管 那個 他老婆大陸 他都不知道懂不懂 我說不用懂不懂 總之要盡快 那他說 怎樣搞 那當時我多口 那238就警告我 他說你有事有事 就說我妨礙司法公正 是啊 你叫人家不要報 然後叫人家私了 如果爆了出來 有機會他對家拉你下水 之後 你教我去妨礙司法公正 教我去不跟法來做 是 但是始終都是個人的性格 就是多事 多管閒事 我抓住老友跟他說 76萬 就是他要應得的 他死了一萬 他應得的 這裡我拆開一點點 他是有受養人 知道嗎 有受養人 還有的 其實我想拆開一點點 其實受養人 還要說受養人是全受養 還是半受養 有這個分別 如果你給他全受養 是賠得最盡的那個數目 如果你不是 這個法例沒有半受養的 但如果他不是完全靠你 譬如他有其他收入 或其他你給半份 或者讓他半份 是法院可以判 按比例比少些 這件事 行了 繼續 那我就告訴他 我說這樣 因為如果等老公處判 賠 那樣東西 兩三年 那就要兩三年 他那個人 他有老婆子女 未必頂得順 不如這樣 直接約他 你 你又沒有 擺明 因為我這個老友 因為他之前 被人家走了 成百皮 搞到他雞毛鴨血 他也是苦主 被人家走老 走了百成百萬 我知道他真的是乾的 我說不如這樣 你跟他說 分期付款 大家協定了 先給了一半錢 他說 他說 不如這樣 他要等兩年才拿到一筆錢 即時告入你 你沒有賣勞保 到最後他都要兩年後才拿到錢 不如這樣 現在他等錢花 念中費都給他 想辦法 按了車 先給了三十匹 跟著 跟他說 跟他說 打個折頭 大家都不想 何況又真是 真是 那我說 跟他談談 那個美數多少錢 那我這個老友 就 聽我說 你勸得到他 你改變了一個無良老闆 你改變了他的命運 然後他省了十一萬 他就給了六十五萬 第一炮給了三十五萬 然後用兩個月後 籌夠錢 就給了 即是上會 即是上回 即是資產 上會給了那三十萬 那而那個人 那一開始 那個大陸的姐姐 就很堅決 不行 我一定跟你搞到大 接著我說 你分析給他聽 我不是不負責任 何況你那個 即是他先生 打工打了二十幾天 那你說 如果這樣搞法 我真的沒有能力 最多那些車不要 給你 但是你都要 即是沒有什麼必要搞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糾纏下去 你又不同 大家不設定 有機會兩年之後 因為路寶不cover 沒有什麼 兩年之後 兩年打完再判 然後去基金拿錢 到時都兩年半三年 即是我死了幾魂 才拿到錢 都沒有意思 是的 那就最後 這樣 那我這個路 就給了少了三萬 而不用勞逐之災 而對方 亦都得到 一筆錢 被他過到關 至少 臉壯 各樣東西 全部都可以過得到 而我這個朋友 亦都發起 在泥車那裏 發起了 籌款 即是做了他做老闆的責任 在很多地方放過奉獻箱 籌棋 籌棋 我們那些司機 走過 給得一百幾十 但家家有求 又給 那頭頭尾尾 又跟他 籌到多少 好像四萬多 那好吧 多四萬多 起碼就立即 至少多四萬多 這節講到這裏 下次回來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既然要來自行 不停 舊水 風